男子尾随女子背后 手持美工刀当街砍人 惊悚一幕发生在 9号的台东街头 震惊全台 女子无辜当街被砍 眼看命在旦夕 危机关头 出现四名无名英雄 奋力营救 其中三位是正好开车 经过的实信父子一家 因为那个喇叭声 让那个嫌犯紧张 他就直接来找我们这样 然后我们就三个就包围他 实信父子一家三人 加上一名好心路人 大家随手拿着汤勺 电扇行李箱奋勇救人 最后许爸爸抓准时机 小跑步猛力用汤勺敲落 蓝衣嫌犯手中的美工刀 成为救人关键 同时都想说一定要帮 不然不帮 那女生早就没命了 嫌犯被逮捕 英勇救人的一家人身份 也曝光了 许信男子就是法务部调查局 人员占步驾驶许世光 他在法务部工作了27年 兼任公文递送工作 任职期间认真勤奋 为人正职 两名儿子都还是大学生 父子三人当时不顾危险 一心只想救人 想说如果没有去帮忙 那么说那时一定会更严重 会怕会怕 很紧张 全程都很紧张 台东县调查站也说 一定会适当表扬许男的应用表现 而随机砍人的张兴减犯 恶行重大 已被裁定积压 惊悚一幕 十家父子抛开恐惧 成功救人一命 真的是最闪亮的平凡英雄 记者潘正贤王威台东采访报导 还有个人 在正面里的地之客 麻烦 香港大战 现在为到了 同导 最前 mom 太你 不